欢迎来到小鱼巴巴巴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中国内地女演员白露出席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,一席复古流金长裙勾勒出完美身姿,令人闪耀夺目,霓虹光影流转,她美得很安心,恭喜她成为爱奇艺今年首位破弯一番大女主。 精致的妆容搭配精美的服装,白露的美背完全衬托出来,站在舞台中央的白露,谦卑有礼,大方稳重,表达感谢之后,哽咽说出的那句青州以过万重山,让粉丝类目的同时,一度冲上热搜,有人感同身受,也有人认为白露心徒顺风顺水,没有万重山可言。 那么,中专学历的白露,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聚光灯下的呢?又是为何在获奖舞台之上哽咽了呢?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白露的世界吧。 白露和罗芸汐,他们相遇于一个演艺圈的聚会上,在那个摩登与浪漫并存的夜晚,两人的眼神交汇,从此注定彼此的存在。 L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演员,她拥有着清新的气质和与众不同的才华,而罗芸汐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天才演员。 她的独特气质和卓越表演技巧让她成为了众人追捧的对象。 他们的爱情如同百花齐放的春天,温暖而又火热,每一个公开场合,他们都会默契地选择一样的服装,已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深情。 他们一同走过红毯,一同登上颁奖台,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模范情侣。 然而,就在他们的爱情步入稳定期的时候,突如其来的问题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 罗芸汐被选中参演一部高质量的电影《西米露受候绝浪》,影片的拍摄期间非常紧张,需要长时间集中精力。 为了能够专注于影片,罗芸汐决定将与白露的婚礼推迟。 艾露接受了罗芸汐的决定,虽然心里有些难过,但她深知事业对罗芸汐来说同样重要,她默默地支持她,默默地等待着她回来。 就在影片即将杀青的时候,罗芸汐决定给白露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。 她安排了一次特别的直播活动,而罗芸汐的演艺圈好有于舒心和王鹤帝也前来出信。 直播开始了,罗芸汐短短的视频中向所有粉丝表白。 亲爱的白露,我虽然身在演艺圈的繁忙之中,但我的心永远只属于你。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,我愿意与你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成婚,嫁给我,成为我的妻子吧。 白露听到罗芸汐的表白后,泪水滑落而下,幸福的泪水。 她回应道,亲爱的罗芸汐,你知道吗?我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是肯定的。 我愿意嫁给你,成为你的妻子,陪伴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瞬间。 整个直播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,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。 于书欣和王鹤帝也接连下场,祝福他们的爱情幸福美满。 从那一刻起,白露和罗芸汐的爱情成为了公众的瞩目焦点。 他们的结合象征着一段真挚而又迷人的恋情,无数人为他们感动,为他们祝福。 最终,白露与罗芸汐步入婚姻的殿堂, 他们的婚礼成为一场浪漫的童话。 他们的爱情如同一颗耀眼的明星,照亮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 演员白露和罗芸汐的爱情故事,他们的追求与坚守令人动容, 也勾勒出了一个浪漫而又真实的爱情世界,让人相信爱情的力量, 相信每一个坚持的努力都值得。 白露和罗芸汐的爱情终将成为永恒的经典,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和美好的回忆。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有爱和坚持,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,迎来幸福的明天。 受到当时韩流的影响, 艾露从13、14岁开始就有了涉足娱乐圈的想法, 也在家人的支持下,参加了韩国SM公司海外练习生的选秀, 但遗憾落选。 这次的失败并没有将白露打倒, 正所谓,条条大路通罗马,练习生选不上, 艾露就当起了平面模特, 并且凭借着娇好的面容和略带忧伤的眼神, 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, 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曝光量。 同时, 也为白露遇见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, 埋下了伏笔。 这位贵人便是导演猫的树, 她通过自媒体平台发现了白露这一根好毛子, 并且邀请白露成为她微电影中的女主角。 猫的竖进头下的白露, 青色懵懂, 自带青春疼痛气息, 再次收割了一大波的粉丝。 此时的白露虽然拥有一定的粉丝基础, 但远远未被大众所熟知。 幸运的是, 她遇到了自己的伯乐与症, 并迅速签约欢愉影视, 正式进军娱乐圈。 此后, 她的资源可以用逆天来形容, 出演的影视剧基本都是女一号。 大型的综艺不停地上, 通告接到手软, 这样开挂的人生, 除了因为公司的鼎力相助, 也离不开白露自身出色的业务能力。 她演得了霸道的女魔头陆昭阳, 也驾驭得了温婉餐女璀时宜, 她可以为了角色剪短长发, 也会对角色的喜悲感同身受。 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, 却深知自己的部族, 每年都会几时间来学习精进自己的演技。 这也是她粉丝大度是剧粉的原因之一, 白露未曾辜负粉丝真诚的爱意, 与陆蓉的双向奔赴也是多次出圈。 白露曾经有一期综艺录制的行程, 地点是在泰国, 本来异国他乡白露的人气会稍有削减, 却没想到当天机场人山人海全都是自发借机的粉丝。 白露也并未辜负每一份爱意, 坐上公司安排的车辆后, 打开了车窗, 用镜头记录下了每一份喜爱。 不仅如此, 白露面对粉丝不会摆高高在上的明星架子, 曾无数次空降超话, 只是为了劝粉丝听话, 不要拒绝, 甚至没能和粉丝见到面, 都会专门发个消息, 提醒粉丝不要继续等, 本来想开车窗和你们打招呼, 但是司机从另一个门走了, 早点回去, 听话, 这样真诚的波罗妹, 收获这么多喜爱也是理所应当啦。 然而就在他事业前景一片光明, 主演的《长月静明》热播期间, 白露往期的一个采访被翻了出来。 采访中, 白露用了小母狗这样极度不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剧中的女性角色。 此后, 艾露的发言被翻了个底朝天, 总的来说, 就是他喜欢装男的, 在微博的个人平台上, 他说自己是一个男孩子, 说自己的发型娘娘的, 甚至在发布会现场都在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男人。 在《长月静明定装照》的拍摄现场, 凹了几个造型后的他, 就开始自我嫌弃, 原因误他, 觉得自己太娘了, 这样一系列疑似艳女的言论被陆续扒出。 而白露身处娱乐圈, 这样一个女性群体为主的市场, 自然对这种声音深无痛绝。 其实, 白露也许并不是艳女, 只是他觉得男孩子的性格更容易和别人相处, 不喜欢扭捏的样子。 但他的言论不仅为能正确表达他的意思, 反而作为公众人物, 伤害了女性群体的自尊, 一场围绕着白露的网包悄然而至, 白男士小母狗这样的言论充斥着他的社交平台。 最终, 白露出面回应此事, 并做了真诚的道歉, 才使势太慢慢平息了下来。 这次的拳网黑轰动了整个娱乐圈, 尽管事态得意平息, 但他的路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, 甚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 针对他的黑称, 恶平如潮水一般涌来。 不过, 他似乎一直努力控制自己的心态, 避免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托慢剧组的进度, 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, 在观众面前, 永远保持着乐观上进的姿态, 其实人非圣贤, 说能捂过, 年少时的口无遮拦, 这错就改得他也许可以被原谅。 似乎很多人都觉得, L是一个自圆钢, 资本几乎都是把饭喂到他嘴里, 女主剧本任期挑选, 又何来苦难可言? 但娱乐圈里拿到逆天剧本的人数不胜数, 但能凭此出圈的却灵心可数, 这也可见, 努力和实力, 才是翻盘的底牌, 而这, 恰恰需要人经历无数的淬炼, 很多观众能够原谅白鹿的理由, 就在于他并未掩饰自己的过错, 而是知错就改, 对于自己工作的负责无庸置疑, 对粉丝的爱意也在努力回馈, 近两年来, 白鹿主演的电视剧《军火报》迎评, 《长月静明》、 《宁安如梦》、 《以爱为影》等, 都带来了极大的话题度, 最近, 平台更是用白鹿对打白鹿, 这也是对白鹿实力的一种认可, 无论白鹿资源如何, 他最终还是用自己的经验表现, 撑起了每一部剧的大量, 也让每一个角色被更不人看见, 所以, 当他站在台上, 说出那句秦州以国万重山时, 才会引起无数人的感同身受, 祝白鹿的星途璀璨, 也祝平目前的我们, 都能像白鹿一样, 青州越过万重山, 而后, 扶摇直上九万里。